好的 感谢记者带来的分析 接着能继续带您看到的 就是前一阵子 在国内是爆发了 麻疹境外移入的个案 而且是引起了群聚感染 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 还是很紧张 继续要把时间交给记者 好的 谢谢主播 因为三月份 疾管署是调查到 有首例的麻疹境外移入个案 造成了搭乘同班机的旅客 还有台湾的空服员 机组员等多人感染 就连航班的航空的地勤人员 也遭到了感染 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过麻疹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染病呢 来带您来看一下 麻疹它其实是传染力很强的疾病 传染途径可能会透过空气 飞沫 或是直接接触到病人的口腔 或咽喉的分泌物而感染 而接着罹患麻疹的初期 比较明显的症状 我们来看到会发现出现 高烧 鼻炎 睫毛炎 咳嗽等 接着皮肤就会开始起红疹 从脸部一直到手部等部位 大约三四天的时间 就会覆盖全身 甚至有5%到10%的患者 可能会因为细菌 或是病毒的重复感染 而产生了并发症 包括中耳炎 肺炎或是脑炎 严重的话可能会威胁生命安全 而这次的群聚感染 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样的年龄 主要是在20到40岁的民众 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 疾管所去解释 因为在1976年前 台湾麻疹疫情是沉浸一度的大爆发 因此40岁以上的民众 大多是有抗体的 而2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因为在两剂麻疹的疫苗 接种的率是达到97% 所以保护力还相当的够 反观20到40岁的民众 因为疫苗的保护力 正在慢慢的减弱 所以感染风险就比较高了 而这次感染的风险族群 介于20到40岁的民众 或是医护人员 航空人员 还有短期内可能要出国的民众 可以考虑要自费来施打麻疹疫苗 避免感染上这个疫情